中山坦州的天花瓣豪宅 街景康城的價錢現在一方一萬萬 但是它的優勢就是零首富 鄰哥說真的有些秦始皇的感覺 就是金燦燦 這些環境蠻舒服的 可以了吧 入門大堂 唐宇直逃一片尾沒發一面點起腳尖 我擺淚兜兜轉轉身去找光線走快望劍 路中有無一同探險 沿途遇到木鐵 如淚尿坐下半天有個長東天 如一旅都光野到曼谷 要碰到永遠青春的夢 會疊痛也會哭 教會我要記得深處的歸道 誰想把心入尾再中一彎笑容 我會與你抱擁 我會與你抱擁 遇上降也覺得不動 我會與你抱擁 遇上降也覺得不動 我會與你抱擁 那我只會邀請你坐越最寬 見過共舞雀馬 跨出道路過理如作畫 沿途靜靜山海情 那大點愛性 再搗個血馬 是搖逸類到曼谷 要碰到永遠青春的夢 會疊痛也會哭 教會我要記得深處的歸道 隨想把心入尾再中一彎笑容 我會與你抱擁 遇上降也當吹吹風 還未到步 我知道 歎的的旅途為遠看盡 各種美好 如某道 會更暖會更光 我與你永遠一起守我 會嘆氣會歇荒 敢看到那處可心我 成長的故事裡跟我一起盼望 遠方 想見你已發光 寂寞你已叫天清朗 再與你轉個圈 發覺你 會更奈何 預祝大家一個Merry Christmas 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Andy 買樓不用到處走 Andy就夠 口號而已 Andy 今天來到這裏是街景康城 中山坦州的天花板豪宅 豪宅有幾個電意 一個是小區店 第二個是裝修店 第三個是地點 店 即是飯飯店 總之就是這樣 交通 醫療 醫食住行都可以 這樣才是清得上 豪宅 豪得利又夠方便 這樣 在這裏拍片 亦有很多人 人來人往 人氣都非常足 其實這些小區的設計 陸籍環境 都非常不錯 街景康城 共是分五期開發的 一開發到第三期 賣中就是二十棟 它那個朝向 就是東西朝向 那就是 怎麼說呢 東向 可能有少少對馬路 西向 就看內圓 但是它的 裝修 和護形 是比較不錯的 還有看外觀 這裏就是一個 同德小學 包括我們這個 醫院 還有看到我們三期 這個叫做 志希緣 是不是叫志希緣 各位觀眾 文化我低一點 但志在 Andy就是 夠勤力 誠信行先 這就是我的特色 所以 我盡可能 多看一些 漂亮的房子 特色戶 給各位觀眾 去感受和體驗 它有些細緻的地方 因為這些 有些輪椅 長者不方便 它有個走道是走的 就不一定說是要走樓梯 因為有時候走樓梯 辛苦 還有第二個 就有些樓 它有些樓 全部是直達我們車庫 這個就整個大堂Lobby 嘩 有沒有些 倫哥說 有沒有些秦始皇的感覺 就是金燦燦 這些環境 很舒服 這些環境 可以 入門大堂 這個 這個三期大堂 好 我們先進去 進去再分享給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上來這裡 街景康城這個 鑫板房這裡 個個都說這裡 是如何天花板 如何豪華等等 其實我上來 就說一句 都是挺豪華 可以看回這個來源 其實我做房地產 做了差不多十七八年 其實高檔 小區都見過很多 我剛剛也轉了一圈 沒有調查 沒有發言權 這也是真的 我習慣附近 坦州 基本上那些比較知名的豪宅 或者一些 所謂的豪宅 或者所謂比較方便的樓 我都走過 也拍過 確實來到街景康城 也都是暫時來說 內原設計 還有管理 還有裝修 確實是可以 可以名列前茅 包括內原 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設計師 亦是非常給心思 據說 這個設計師 又說是香港的 迪斯利 又是設計的 太古會 又是設計的 等等 這些建築都設計 連那個 物業管理公司 都是獲得 物業管理限公司 都是香港的 可能這裏應該都會很多人 香港人來買 因為我見過其他頻道 也都說過這裏 確實是多少港人來買 但不要覺得自己在這裏交 智商稅 但更加都是大陸這裏買 是珠海那裏買 因為珠海 其實才在這裏 那個消化 這個街景康城 購買率最大的一個體量 你都是小部份 所以 大家都不是那種傻 大家都可能知道這裏是貴些 但現在的價錢 萬九一方左右 各有各就好 對比周圍 無論是優月香隔離也好 或者是 附近那個 雨豐明門樓盤也好 改樓盤和這個 就沒有得比 要比就比什麼 比附近 內緣就是 全部都是街景康城 贏了 物業管理 設計 包括護營 裝修 都是街景康城 贏了 比什麼呢 比家燕城配套 燕城配套 是優月香隔離 哪裏方便少少少的 但是街景康城 玩的更加高端 玩什麼 玩山姆 這裏過去山姆 旁邊那個就是那個珠海 那個 萬科城 萬科城走過去就是那個 山姆 所以的話 消費的東西不同 所以這裏也會更加高端些 物有所值 好 我們看看內隆的裝修 看看能否能 露台 露台也比較闊 差不多 七八個方 七八個方 這個朝向就是一個 東西朝向 這個是西面 西面 這邊是東面 這邊是南面 這邊是北面 好 這個是一百二十磅 這個戶型 發展商 是怎樣的 街進 叫做街進 還是進階 不記得的開發商 詳情可以看回 我們那個行拍上面 那裏有些 開發商的資料 客廳也非常闊 進來看看 戶數不多 兩梯 四伙 一進來 最後兩邊 都是0304單位 正在賣的就是二十棟 二十棟的話 這年底 八月份 是2024年的八月份才交樓 所以看回 自己是否急著住 這裏進來 是一間房 他就未整 整成一個 寵物室 很闊的 這個寵物室 都接近差不多 九到十個房 這個廚房 其實這個廚房 我是很滿意的 因為 如果你煮過的東西 你就知道 一邊是切菜 還有 擺好的材料 一邊是炒菜煮菜 兩邊非常好 唯一的就是 雪櫃都可以發上單門 同樣的 也有一個生活露台 這些設計可以的 我們二十棟的話 稍後我會指一指 給大家看看 會形 看哪個方向 因為我們現在看樣板房 看四棟 二十棟在 施工 我們看到 右上方這裡 黏了一個圖 它是全部 穿了綠色的衣服 然後在施工 這個餐桌 都很闊 放這麼大 這裡客廳 出來這裡 指一指二十棟 給大家看看 我們樣板房 就這裡 四棟 二十棟在那裡 看看 凸出來的 有凸出來的戶型 飄出來的 有飄出來的戶型 看看自己 喜歡哪一百 好 接著再看 但是它的朝向 變成一個 這邊是西響 這邊是東響 這邊是東響 變成東西響 可能 沒有這個樣板房 做得這麼帥 這裡其中一個客房 它佈置 都很有心 很有心 去到佈置 待會我們都會拍一個 家樓標準 給大家參考 家樓標準 全部都沒有 放一些 架式電器 這樣看 可能會更透徹 更透徹 這裡 回到珠海 會更近 珠海 隔壁 隔壁 就是一個 鄉海大道 鄉海大道 然後 再隔壁 就是我們 這個 萬科城 也是幾分鐘的路程 我們稍後 站出去 八十多方的戶型 就會見到 劇的話 真是全部滋搖 你知道 如果你留意到這邊 樓價的 萬科城那裏 一期開賣的時候 你都去到 三萬多四萬一方 早早賣完 沒辦法 隔壁康城 價錢屬於 中山坦州 但價錢的話 其實真是便宜 對比珠海來說 但對比坦州 價錢又是 天花板 但各方面 亦都是 無論是裝修 設計 亦都是天花板 我們 再看看 這個小戶型的單位 這個八十多方 這個是三房 兩廳 兩位 進來這裏 是一個 交流標準 這個廚房 也是 做成中二廚房 可以左右兩邊 左右開工 同時這個露台 亦都可以做到對樓 指一指 第一位置 給各位觀眾看看 不過這個八九方的戶型 有些缺陷 對正馬路邊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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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你在市中心的地方 買樓又沒有辦法 這個朝向是朝這個北向 但在市中心買樓又沒有辦法 因為 旺得來 你就肯定馬路包圍著你 看自己怎樣倒折 但又方便 這裏就是萬科城 再過一條高速路口 就是那個 香海高速 香海高速 就是這樣 晚黑的話 這裏都 走前少少都很旺 很多食肆 不怕沒有東西吃 不怕餓過親 我們 這些都住了 這家 這家裝修幾好 其實你說這些裝修 說真的 發展商 他們說 搞這些裝修 其實很多 那些觀眾 都不是說十分之喜歡 給了你之後 你就又要叫我們 Billy哥去撿一撿它 一撿又去到十幾二十萬 看回自己是否 你買這個樓 你喜歡這裏的環境 以及喜歡這裏的裝修 如果喜歡這裏的裝修 保持住 可以選擇 寧願選擇一個無批的 要多漂亮 做多漂亮 對不對 但是 如果你喜歡這裏的環境 那就沒辦法了 那就沒辦法 因為這裏的管理 確實是OK的 你進來的話 要審查你多幾次 才讓你進來 還有裡面的圓林設計 其實又真是漂亮 對不對 Andy就形容不出這麼高檔 你就知道我的資料去到哪裏 沒什麼 我的標籤 第一個就是誠信行先 第二個就是勤力 口號也是 玩樓不用到處走 玩Andy就夠 這個是以後的口號 各位觀眾記得 還有這個是 櫃這些到時可以拆掉它 也可以升級 它交樓給你 發展商會升級 升級一點 這個房間是朝北向的 這個 三房兩廳兩位 好 我們再看 再看 這些衣櫃 它是做好了 這些衣櫃 其實八十九房的話 就是這些戶型 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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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房都實用 四房 這些就是街景康城 街景康城這些樓 大概的房間 它都畫了一個餅 給我 有幾美好 這樣說 但實質上 你住進來之後 你又好像這樣 什麼都看不到 要自己去設計 所以買 街景康城的話 它價錢 現在萬九元一方起 但是 它的優勢就是 零首庫 零首庫 然後 靚裝修 管理好 物業好 香港的 名人設計 圓林 還有物業管理 我下去做一個總結給大家 我覺得它的內緣很漂亮 邊走邊傾 去到內緣 剛從樣板房下來 一直走下去 給大家了解更多 你看電梯的升降機 升降機 升降機 很均勵 因為這棟樣板房四棟 已經交了樓 被人住 這是很乾淨的棋 大堂 Lobby 我亦走過很多大堂Lobby 這些是 多乾淨 多舒適 多舒服 內緣 坐下地方 整個圓林 它物業管理費 亦不貴 兩個九一方 在這裡看看 其實它現在陸陸續續 如果你說街景康城 還有一些不是現樓而擔心的話 還有一些特價單位 會放出來 就是現樓 好像六座 有些二、三樓 十八座 還有些二、三樓單位 有些價錢 可能低到 一萬八千多 可能它都會放 所以 看各位有興趣 可以聯繫我們 待會我到時會 會黏一個特價單位 在右上角 看看有興趣 可以聯繫我們 我稍後 走完這個內緣 我都會拍一拍一兩間 那些有露台的 街景康城特色戶 給各位觀眾 那些營客聳 應該都幾貴 有些發展商 真的未必會 這麼捨得這些 陸籍的錢 去報紙屋苑 哇 挺舒服 我去看看 六座 六座那裡有一間二樓賣 是 這間六座二零三 是 六座二零三單位 六座這裏有一間二樓 特價放出來 在後邊那邊 那間是有平台有露台的單位 來源的話,說真的真的被抓了,這是街景康城的 203,稍後我們會去這棟 如果你覺得街景康城的單位是OK的話 你可以往下面看 因為稍後我會拍兩間特色戶,就是二樓,有些露台送給我們用 價錢都不是貴的,去到一萬九的方道 有興趣的話,往下面看 內源我就不走那麼多了 你可以看很多的行拍和小區的環境陸直 其實真的OK,我覺得非常舒服和舒適 確實是中山坦州的天花板,認同 好了,我們先走那麼多 我們先去拍一些特色戶給各位觀眾 因為大家看那些樣板房都看得很厭 但特色戶的樓少拍些 OK,稍後見 各位觀眾,本來打算看一些特色戶給各位觀眾 買一樓太少,發展商不讓我上去看 就在這裏 這裏是二樓特色戶 不是買一樓太少 是因為它那個文碼未拿到 所以有幾間 所以露台是有的 你就可以見到這個戶攔,它攔開了 即是二零三的話 它就是這一戶 一把十九方 可以見我們那個樣板房的戶型一樣 拉到這邊,就是二樓才有 它一共有三套的特色戶 我們繼續去看 那個是十六棟 價錢是萬九一方 亦比樓上、樓下便宜 同時它還有一些特價 三樓、四樓放出來 看看你自己是否正確 我們現在也走一走 看看同樣是三樓 同樣是二樓平台 這些大唐多漂亮 社區 可以,這個街景康城 這個可以看到 這個 03 203 2035 走過去這裏 那裏有沒有見到 湖南 放大一點 屏幕 大家看到湖南 這裏有光線 有少少光線 還有這裏還有 第二間 只有三間 每一個大唐都有設計 整個設計 很乾淨 整個社區 這邊 就是那兩間 沒有了 第三間這裏可能賣了 還未更新 總之它有幾套特色戶 還有一些特價放出來 二、三樓那些 一樣可以做到零首庫 還有全部月工 如果你說 又覺得它有低樓層 又喜歡這裏環境 反正都是偶爾回來 那價錢有沒有便宜 也可能有機會便宜 看你過來看了 對不對 對的話 Andy會幫你做回事 這裏就是二十棟 你看 一天在封頂 在施景工 就想不到去看 所以的話 交流時間 就是明年的八月份 明年的八月份 它陸陸續續的話 都搞定了 街景康城的話 確實來說 這個地理位置 交通 小區環境裝修 亦都是No.1 坦州來說 朱海肯定更加大件事 所以各位觀眾 多看樓 坦渣來說 暫時這個樓盤 是比較OK的 有優的政策也比較多 小區環的OK 如果你看樓 盡可能Andy 就帶你看多些 了解多些 有興趣的 點讚 給個點讚 和關注我們的頻道 最多是來一句口號 看樓不用到處走 或Andy就夠 好啊